现在是2024年5月14号 早晨的5点40左右 我来到了咱们樱滩东部长城横花园 它的南边有一片小松林 我到小松林里测一下咱们的复养离子情况 浓度 这个地方小松林离海边也很近 也就几百米的事 突然发现小松林里还有些池子 应该是长城横花园 当年开发的时候来建设的这种温泉池 现在仪器正在校准中 这种小花 太小了花 仪器开机校准中 还有两秒 好 现在可以直接测量 复养离子每立方厘米是零 打开这个盖 从不清新到清新 到非常清新 只要超过两千就是非常清新 什么时候测量素质比较高呢 就下雨的时候 那天我在我们家中午 外面下的雨 我在院子里 在雨棚底下 所以素质比较高 达到了八千多 昨天在外市职业大学首册的时候呢 也达到了四千多 这边是松林啊 是非常清新 北上广深吧 他们那个空气呢 这个复养离子啊 在城区的复养离子呢 是200到300 AI给的数据 现在是五千多啊 有什么空气呢 没说这边是一会儿 我给你带檜医子 要不要有什么 我给你带檜医子 所以我呢 我送到一尾 你带檜医子 你带檜医子 我给你带檜医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